那么我们现在也来看一下 我们关于长疫机的近些年的 这样一个数据方面的统计和研究 我们一起来看下大屏幕 长疫机综合征与摄入的食物和饮食习惯 精神压力有关 且发达国家更为高发 我国普通人群的发病率 是在1.4%到11.5%之间 女性略多于男性 中青年就是19岁到59岁的人群 发病较为常见 哪些人群比较容易患这个疾病 年轻人和中年人都会有的 承受抗压的能力 稍微弱一些 然后又比较较真 比较认真的 你比如说脑力劳动的 它有带团队的 它本身它承受的来自工作 来自社会 来自家庭压力都非常大 你压力大 它尝到压力也大 所以它会容易出现这种肠道疫机 那我们有什么方式 可以判定自己 到底有没有得这个病呢 首先就是一个是要内经检查 检查尝到没有问题 其他的大夫说了 您都好好的 没事 您回去吧 第二个呢 肠义机它就刚才我们也说了 它分四种类型 尤其是这种腐蟹型的 我至少有六个月的病程 最近三个月 每周至少有一次这种腐痛腐蟹 发作的 并且这种腐蟹 就是我们判断看它变 你像那种腐蟹型的肠蟹肌 它大便的形态呢 就是说像弧状啊 或者吸水样的呀 它一定是这样的 同时有这种腐痛 但是准确的判断 还是要靠医生 是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中医了 中医的判断 就像中医啊 它个体化治疗在哪呢 就是我们大家看看这个蛇胎啊 我们先看看这个吧 哦 大家一看这个胎啊 胎是一个逆胎 黄胎 是吧 冰箱感觉比较厚一点 对 比较黄逆胎 蛇脂呢 虽然不是太红啊 但是也是偏红的 像这种情况呢 我们说有肠道的湿热 我们中间人啊 这种经常的烟酒啊 容易出现这种大肠的这种湿热 尤其是男同志 这是一种类型 大家看这个 它的颜色也比较淡 是 是吧 舌体胖大的 然后这个旁边有齿痕 这个是典型的脾气虚 像这样的病人呢 他会出现一个是乏力啊 脸色不好 是吧 脸色不好 容易疲劳啊 然后特别容易大便气 还有一个呢 从舌苔上看啊 一个是有脾气的 有齿痕 再一个是有湿的 我叫脾气湿剩 这三种呢 比较典型的 对 其实就是像李准说的一样 我们临床当中啊 其实也开发出很多 我们的这种量表 把我们的症状数据化 来方便它更好的 来整合到我们的 这个系统当中去 你看尤其刚才你看 我们仅仅举了 这三个例子 是 是 它都不一样 它的判断不一样 那我们的方子 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治疗 就是你脂内心越强 那我们在看病的过往 是不是也需要对每一个患者 进行详细的问诊 每一个人也形成一个 个人的看病的档案出来 是的 尤其是你看我们介绍 这个病的时候 我们说中医的个体化治疗 在这方面是有优势的 那个体化治疗 它的方案的建立 实际上是一个 我们大脑的算法 是吧 我们怎么算得更准一些 而这个算法的来源 实际上是来源于 我们广大的这些患者 同样的患者 他的一些临床的数据 就是什么样的症状 它属于这一类型 什么样的症状 属于那种类型 我们也会组合 并且有时候 我们感觉用药 实际上你加一味 减一味 有时候疗效不太一样 为什么不太一样 实际上就是 这个算法带来的结果 所以建大数据库 我们觉得还是很重要的 感谢观看